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来这个东西 对 因为我这些应该都是有关联的 没有查出来这个空间是吧 我们来 还是来具体查一下 好 我们继续 刚才这块地方 本来就是相对布局 是不能乱改的 因为我这个user list的item 没有设这个 没有设这个ID 本来是应该有这个ID的 把这个ID给填上 然后这块代码还是这个代码 还原回去不要改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直接就来存一下 存一下的话 我们用这个运行吧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 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那个 查询 我们只能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只能够通过这个数据库表现 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是否改变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这些校验应该是正常了吧 有数据库表现 有数据库表现 确定 再给你保存 好 类别也比较选 是吧 购物 是吧 然后 消费类别 然后选择日期 我们来试一下 选择到25号算了 设置 然后计算方式均分 消费人 我们来选 第一个人 付款人张 女子 消费人张三 对吧 这个被入线不填了 我们点保存 是保存成功了吧 但是可能我们这个数据太小了 它这个大小也没变化 呃 这个没关系 我们那个把 下面把那个查询消费给 再给做了 我们就能马上知道我们的数据到底是否 插入成功了 好吧 呃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继续把这个查询消费给做了 嗯 我们刚把那个添加 这实现了 呃 但是看不着 我们接着把那个查询消费给实现了 我们的查询消费呢 我们 近我们 已经写好了 这个我们 还是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这个查询消费是几号的 10月24号了是吧 我们再录一个算 我们把日期往后调点 交通 清晨消费 张三尔女士 再录一个24号了 然后再录一个23号了 哦 选了购物 都一样 这个再改一下 我们改到23号 好 是不是这样一个效果 首先你 你先来给我说一下 如果让你实现成一个效果 你的思路 先看你自己有什么好的思路 那就是说按日期分组 按那个 你办什么 list吗 如果多一个日期 那就多一个 你准备 从数据库里边 挨个便利分组吗 不是吗 啊 是把所有的数据 先全取出来 是吧 是这样吗 取那个 每 每一天的 那每一天的 比如说我现在有23了 24了 你怎么知道 要取23号 24号 你准备用什么 让他很方便 就取出来 好分 好让你分组 还是准备取出来 先挨个便利一点 把所有的日期取出来 然后再去 按大小牌 然后再 你说 什么按大小牌呢 通过什么按大小牌 程序 还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最合适 我们首先把 Activity 这个 Payout 给你移过来 好 这里 然后应该 Adaptor 也得移过来 这又是一连块儿的 东西 Adaptor 不要 固局又要走了 我们这固局 叫什么名字呢 还没有吧 现在 没有 只有选择 类型选择 好 接着移 Payout Lease Payout Lease 现在也没有吧 直接移过来了 这个移过来了 直接要翻一下 移过来了之后呢 然后就是Item 这里边就要挨个来 继续改造了 这里边这个代码呢 我们先弄过来 然后一会儿再详细的解释 好 这个 这个 这是大姐吗 这边关联的东西还是不少 这边文件 这个就传的少了 像这个箱子是吧 图示我们这里删的 图示我们要 这边的S&ID不用买了 写了这个结构还是咱们的老三样 什么帮的这边之类的 通过这个结构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这个程序 我说怎么每次都不对呢 我们把它重明明一下 不过重明明之前呢 这个估计要先把这些给弄对损 要不然重明明 重明明不到 不报错了吧 好我们把它重明明明一下 还有啊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adapter是怎么加载数据的 这是这一块的这个重点 怎么加载的呢 我们先打一个断点 我们先打一个断点 哦 现在还不行 我们直接看吧 要不 这个断球语句的重点在哪呢 看到了这一块没有 这也知道吧 就升序降序嘛 对不对 咱们把它按照降序排列就行了 对吧 先是按照日期为首降序排列 最后再按照它这个主件id降序排列 是吧 你按照这个日期 一降序排列 那么是不是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样式呢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是不是就成了这样 比如说我里边现在有这 这三条数据是不是 你降序排列 它排列之后是不是都是这样 2011 然后-11-24 这是第一条数据是吧 2011-11-24 这是第二条是不是 第三条成什么 2011-11-23 你这样一排列的话 你分组就好分了吧 怎么分比较好 你在adapter绑定的时候 怎么控制这个东西 控制这个东西的显示与隐藏啊 还有里边直的这个填写啊 你看 你看 你在现在 上下按这一排列 是不是明显就有一个分隔了 不一样 日期一变换 这两个上下这个idder的就不一样了 对吧 你当判断它这一行的这个itom 跟下一行的这个日期不一样的时候 你把它给显示出来就是 对吧 就是这样做 咱们看 咱们看是不是这样做了 咱们那个布局里边是怎么弄的 先看一下那个布局吧 Payout list的这个还没Payout的这个还没打开是吧 我们先看一下布局是怎么做的 这个布局 好 那打开it 是这样的吧 我事先是不是放了一个布局是把它给隐藏掉了 这个被隐藏的布局就是它吧 默认是隐藏掉了 对吧 下面就是正常的这个数据序列 是吧 在这里边是怎么做的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循环的是第一行 对吧 是第一行 不是第一行 这个是大于零 是吧 我们是不是 网上捡一位取它的这个实体类 也就是说当它是循环大于零的时候 是循环到这的时候是吧 我们捡一个取的是不是交通 对吧 取完交通它上一个的这个实体类 然后开始 取出来它的上一个的这个日期 跟当前这个实体类的日期 是不是进行比较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第一次循环 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是不是用它的日期 跟它的日期做的比较 如果比较相同的话 是不是就是不用显示了 直接往下走就可以了 对吧 如果不相同呢 你看我们这不是取的有个反吗 对吧 如果不相同的话 这个显示就为真 是吧 或者是当第一位置为零的时候 也就是说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在零的时候 肯定这个是要显示的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对不对 肯定是要显示的 然后 下边再比就是说 比如比如比如说 比到这一行的时候 和它上一行比 是不是这一行是23 上一行日期是24 买这个买菜日期24 就把它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对吧 就这么简单 是吧 这个很很容易理解 所以说 在这个里边呢 嗯 比出来显示之后 其实这个呢 我做的还不是说非常非常的完整 它有一个很好的资源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这儿虽然设置了这个隐藏 是不是 对吧 但它每一行其实还是有这个资源的 因为你用了 用隐藏照样占资源 对不对 只不过是你没显示出来 其实按照一个正确的做法 最好这个布局是不是应该给它动态生成 然后往里面填 这样的话你资源比较少 所以说 这里边虽然我没有改造 但是 咱们大家在做的时候啊 就把它稍微改造一下 做的稍微完善一点 最好改成动态生成 对吧 动态生成就好了 就是ADV 我往里边填就可以了 然后我这个合计是怎么合计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合计 合计它一共有多少笔 总共 这个日期之内总共消费多少钱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合计是怎么怎么计算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title 然后这个 哦是这个方法吧 或许合计了信息是不是 就是这个message 我们来进去稍微看一下 是怎么合计的呢 传进去一个日期 然后还有一个账本名称是吧 然后这里边这是条件的 然后继续往下走 走到哪了 看到这个没有 这个能看明白吗 这个语句 这个count是它的内置函数吧 也就是说把它的金额总共加到一起 是不是 然后这个呢 消费 算它的这个 哦 这个是那个什么 这个是金额的相加 这个是算它的这个数量 对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函数 如果 因为它这个金额 有可能是为空的吗 你最早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钱的时候 它是空的 对不对 是吧 你一条出去都没它是空的 对不对 是空的时候 你这个 你让它加它加什么 没值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 这里边就可以判断 如果是浪值 是个空值的话 对吧 所有的金额加在一起 是个浪值空值的话 就把它给换成零 就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 你显示起来就好看 对不对 要不然它返回一个浪 你还在外面计划半年 你通过这个那只函数 就很容易提换掉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就是说 赞姆是合计 加到一起 看它是统计它的数量 最后你统计完之后 在这个上面 是个什么效果 就是这个共两笔 合计消费多少 是吧 它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然后呢 那我们把这个也给添进去 这个activity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 先把这个activity给加进去 那是这个名字吧 其他的就没有要加了 然后直接运行里面 看咱们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出来 好 还少 这个又忘了 继续往下屏蔽一块 终于要到最后的情况 好 差语消费 我们刚才的插入 这是刚才插入吧 嗯 有了吧 是这么统计了吧 咱们再插一个 再插一个25号的 看看 看来刚才咱们插入 肯定都是成功的嘛 再插个21 再插个25的 再插上25号 就这个还有一点 不太交验的 不太不太那个什么 是不是 今天才24号 你都过插25号了 这样 你都不是穿越了吗 所以说这个交验很重要 其实这个交验 还是有点不完善 最好把这个 不能超过当前日期 也给它夹上 这个交验就留给咱们同学自己来实现 做一下这个扩展 再来查一下 是这样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修改 是不是完善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 等于保存 13吧 那就对了 我们这个基本上算是完善 但是还记不记得 我们先前有些东西没有完善权啊 比如说这个删除 对吧 这个删除 我点一下我估计现在还不能 哎可以删了吗 这个删除加上了是吧 还是帐本的删除没有钱啊 我看这个帐本的删除是不是没有钱 类别的删除天啊 帐本删除每天 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那个什么啊 是吧 删除 帐本的删除是关联很多东西的 不能让它乱删 这个张三李四应该是可以删 我们把帐本 好